我们常发现孩子在放完寒假了以后 规矩、习惯、专注力全没了 这都是寒假没有规划造成的 身为老师 我要提醒家长 寒假来帮孩子养成四个好习惯 第一个 不要晚睡晚起 做习要规律 寒假习惯晚睡晚起 这是很伤生的一件事 做习不规律除了影响成长基础的分泌 还会影响大脑专注力跟情绪 有时候过完寒假了以后 学习力低落 脾气暴躁就是这样子来的 最晚要在11点前睡着 早上不要晚于9点清醒 这样开学才能更专心 第二个 要保持每周三次以上的运动习惯 寒假期间运动不能少 这样才不会造成肥胖 体势能低落 还有记忆耐力降低等问题 我们常看到孩子放假回来了以后 跑步没多久就开始喘 这都是运动太少造成的 所以一周至少要有三次以上的中高强度运动 每次至少要有30分钟以上才行 第三个 每天都要有一个小时的纸本阅读 寒假期间是增加孩子纸本阅读很好的机会 现在孩子营幕学习时间已经够长了 寒假接触营幕会更长 所以更要加强书本阅读能力 不然开学了以后 看书漏洞漏西 写作业都不能专心 就是这样子来的 我整理了一些不同年龄的孩子 可以轻松上手的短阅读书单 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 第四个 每天都要规划自己的时间 寒假不能漫无目的地的过 要让孩子自己去安排 明天要做什么 要花多少时间 连玩乐都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安排 这样开学之后 他的时间观念会比较好 这支影片也欢迎 要放寒假的孩子来看一看哦 感谢观看